好 周观众我们需带您关心这个北柬金华城岸的最新进展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的严鸭亭 我们通过观影中可以看到今天沈庆金是坐着球车来抵达台北地院 而且从他的身体状况来看今天不只是坐轮椅 而且右腿上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还绑有一条倒尿管 显示说沈庆金今天的身体状况依旧是不太乐观的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沈庆金在前半个月的时候都是住院的状态 甚至还紧急手术 所以说今天这个严鸭亭是定在下午的3点30分 但是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沈庆金出现在台北地院代表什么 代表说他早上就要来进行绿卷以及相关的月卷程序 那到下午到3点30分开庭之后 预计可能又会有1点5到2小时的这整个停起的过程 所以说现在这一整天的这个过程下来 沈庆金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撑得住 现在都还是未知数 至于说他的身体状况会不会在中间出现变化 或者是说到时候颜鸭亭登场之后 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为您做关注 好那现在我们要再来讲到的是 今天不只是北院的球车有动作 北检的球车呢 今天下来一位大咖是谁呢 也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那算一算呢 彭震生今天已经是第九度来被提训了 那所以说呢 在整起金华城案的赞押被告中呢 彭震生当然是这个次数最多的 所以说也让外界怀疑 彭震生到底有没有可能转为污点证人呢 这其实是有潜力的 我们来看到呢 其实在礼拜一的时候啊 检方只有提训一位被告 那也就是吴顺明的部分 吴顺明呢 他在昨天 礼拜一被提训之后 而且在昨天啊 北检的是直接提出声明 是直接让吴顺明呢 来拒保停压 理由呢 他们也给出来了 因为他们认为呢 吴顺明已经充分陈述及答辩 虽然有羁押是有 但无羁押必要 所以说呢现在啊 他们认为吴顺明呢 已经在整起案件中呢 已经把整个事情呢 都已经交代清楚了 所以说用拒保停压的方式呢 来可能 就可以让他来进行交保 所以说我们这个概念呢 回到这个彭震生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何想而知 彭震生呢 已经历经了九次的提训 所以说接下来呢 第二波的在家被告 也就是彭震生跟柯文哲 所以说彭震生到时候 有没有可能 比照吴顺明的模式 来获得聚保停压 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焦点 只是说呢 现在啊 检方呢 图利罪的部分 似乎是已经巩固的 已经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查金流的部分 那金流的部分 现在最关键的 当然就是行贿者 以及收贿者 还有金流到底在哪里 行贿者呢 当然就是沈庆经 以及朱雅虎等人 那收贿者呢 可能是彭震生 也有可能是柯文哲这些人 不过呢 现在就讲到的金流在哪里呢 现在当然最重要的关键 就在橘子身上 不过呢 橘子现在持续的 置日不回台 检方呢 可能之后 也会对他发布通缉 因为呢 现在橘子已经是证人 转被告的身份 究竟最后 橘子会不会回台 来接受检方的讯问 我们都会在北检 来为您持续做关注 以上最新主播